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少年说官方合作伙伴 方泰 方泰 水槽洗碗机原创发明者 少年说官方合作伙伴 得力文具 好品质 选得力 学习当然更得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梁田 欢迎来到湖南卫视少年说第二季 少年说第二季是由京都念慈庵 《密恋穿背琵琶高》冠名播出 大家好 我是陈铭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河北省石家庄郑定县 我们今天来到的学校是 河北省令中县 梁田 你知道吗 郑定县 历史上号称是北方三雄镇 也是国家历史文化民城 也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那我们身后其实站着这么多孩子 看起来都是精神饱满 摸拳擦掌 接下来让我们大声喊出少年说的口号 少年们 勇敢说吧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高三文科二班的刘子安 我的外公 父亲 姑姑都毕业于正中 外公 从外公开始 作为家里的第三代正中人 我又站在了这片热土上 并且能够感受到 每一代正中人心中 他们的使命与传承 外公那一辈人生在建国前 长在大建设时期 他们的任务是让我们站起来 父亲那一辈人生在改革开放时期 他们的任务是让我们富起来 而我们生在世纪之交的我们 也应该有我们的使命与挑战 少年一辈敢想敢做 敢打敢拼 一百二十年前 一辈少年推动变法车轮 震动黄黄大青 向这个世界发出中国声音 一百年前 一辈青年高举爱国旗帜 世杰痴媚亡良 向这个世界发出中国声音 七十年前 一辈少年高唱爱国歌曲 投身家国建设 向这个世界发出中国声音 如今在梦与责任的百年回响中 我们这一辈少年也应该发出属于我们的中国声音 我们发声对父母发声 爸 妈 孩子在成长 和这个国家一起成长 感谢一路上有你 请放心 不忘山河之恩 力争报效家国 我们发声对老师发声 老师 学生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 请放心 不忘耳其面命 历程往胜绝学 我们发声对自己发声 不迟于空想 不误于徐生 赶上九天揽月 赶下舞阳桌边 我们发声对这个世界发声 中国有我 激荡大国 明年九月北京大学等我 优秀 目标是北大 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北大 好厉害 现在成绩跟北大应该是还稍微有一点距离 还是完全应该没什么问题 还需要自己多努力 还要在努把力 没有问题 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好好拼 加油加油 他刚刚那一段表达 层层递进 没错 排笔气势辉红 听着有一种 有一种鲜昂的气质 对 而且这个学校本身就具有他刚才上来的讲的这种气质 你看正和中两个字 全部是由横和竖组成的 它就没有撇没有纳 笔笔直直的 豪气甘云的 他这个真的是这个叫血脉传承的正宗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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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好像也是拿着这个暗器上台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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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东校区高二十四班的赵雨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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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看起来特别坚强 但是内心却特别小女生的妈妈 好 好 好 她会像十八岁的小姑娘一样 喜欢包包 喜欢粉红色 喜欢好吃的 喜欢小裙子 喜欢一切浪漫的事情 但是我的爸爸却是一个 特别 非常 完全不知道浪漫是什么的人 有这么惨吗 每次我妈哭了 我爸只会跟我说 儿子 你妈哭了 快去安慰安慰她 快去安慰安慰她 儿子是安慰剂啊 爸 你自己就不能主动一点吗 跟我妈在一起这么多年 她对我妈说过的唯一一句情话是 你今天衣服真好看 你今天很好看吗 怎么是你今天衣服很好看 爸 我问你 我妈今天衣服好看吗 好看 人更好看 真的对了 人更好看 跟我妈结婚的时候没有拍婚纱照 所以我妈没有穿过一次婚纱 那可是每个女生毕生的梦想 爸爸 虽然 我妈从来没有跟你说过她想穿婚纱 但是我能看出来 我都膀胶测进来 你那么多回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爸爸 妈妈现在已经开始减肥了 所以 这么强烈的信号 爸爸你给不到吗 所以 你就准备挑一个好日子 带她去照一套美美的婚纱吧 好吗 好 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真的 这个真的没问题 今天 我为你准备一首情诗 我希望你能念给妈妈听 老爸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儿子 儿子写的诗是给老爸的 然后老爸念给妈妈听的 爸爸赶紧清醒嗓子润润喉 生了这么一个儿子 倒是 真的是好省心 助攻老爸 神助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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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四十年了 还没这么浪漫过 哎呀 当你老了 头发白了 睡意昏沉 炉火旁打盹 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 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温柔 回想他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 假意或真心 爱你衰老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好 欢迎了 欢迎了 咱们 小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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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 这衣衣真真漂亮 其实我那是个外穿的衣服 当时我就特别的特别的那个 妈妈当时知道 我知道 我感觉这件卖的这件 是衣衣还挺 其实这就是 但是儿子确实也是 跟我说出来了 好多平时不知道的 你觉得自己刚刚表现怎么样 给妈妈读诗的时候 这就是性格的事 我感觉好多这种性格的缺陷也好 什么不会表达也好 但是好多还是没说出来 我还有很多想说的也没说出来 主人好 您好 加油 不紧张大声喊 好 大家好 我是本部高二十六班的贡家童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医生 但他们却反对我成为一名医生 医生的工作压力本来就很大 有时候还会遇到不理解他们工作的病人 他们不希望我以后也像他们一样这么辛苦 但是爸爸 我印象最深刻的病人 是当初那个生下来只有一千克的小孩 是你精心照顾了他两个月 哇 才让他平安长大 现在每年 他的爸爸妈妈都会带着他回到医院 跟当初治疗他的你一起过生日 到现在已经六年了 所以爸爸请支持我吧 这不是冲动 而是我的志向 请给我这一个机会 好吗 说心里话 作为最爱你的老爸 我从内心来说是不支持你的 学医呢 爸爸原来给你讲过 是非常辛苦的 要考一个好的医学院校 去学临床将来当医生 分数是比较高 这就意味着你在高中阶段 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上大学以后呢 进入校园 当别的同学正在临隐下 去嬉戏的时候 你有可能还在抱着书 去再苦读 毕业以后 还要面临考研 读博 要将近十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当你好不容易毕业了 你转过头来 一看你这些同学 很多同学 人家的孩子 可能已经能给爸爸点烟了 已经能给做饭的妈妈打电影了 爸爸说得非常刻薄 对 所以爸爸说了这么多 也是希望你能够慎重地去考虑 你还是愿意坚持学医吗 我愿意 我愿意用十年的努力 去换一个未来的医生 我相信我自己能做到 我相信我自己不会后悔 这是夏天的决心了 厉害 爸爸需要再说的就是 现代医学变化非常快 随着技术的发展 新的检查手段 治疗方法都在不断地更新 每一个知识的欠缺 每一项技能的不足 都会影响你对病人的治疗 就说如果以后你到了50岁了 甚至60岁了 那么这书本永远都放不下 永远都要去学习 其实每一个行业到今天这个时代 已经都是如此了 所以爸爸跟你说了这么多 你最后你的想法是不是有所改变 其他的学校或者专业也能够去考虑 爸爸想听你再说一下 爸爸 你说的都是医生的苦 但我向往的是医生的甜 能看着一个病人 因为自己的治疗而康复 甚至是因为我的努力而保住性命 这份成就感 让我发自内心地喜欢这个职业 我相信我能够做到 听你这么说 爸爸也非常欣慰 既然你选择了学医当医生这条路 你就要去坚定去坚持 要一辈子不后悔 爸爸希望你以后 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念 要精心去学 努力去钻研 以后当一个好医生 我相信 我以后一定能坚持我自己的志向 爸爸也相信 爸爸为你骄傲 谢谢妈 我希望你会在学会 就在学会 你向着lla 我父亲 其实这个分离 我还是一个 说到个人 他然没有 我身上 这么浅 估计 我 我 啊 那你 我 让我 赶快 可能还有一些心底的苦 没有机会你表达 加油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本部高三22班的林雨昕 我的爷爷是一名医生 他今年已经有65岁了 但是他还坚守在一个连基础用品 都难以供给的乡村义务室里面 爸爸妈妈非常希望爷爷 可以来和我们一起生活 但是爷爷总是说 他是村子里面唯一的医生 他要是走了 那剩下没有条件走出来的人 就更难以生活了 看着爷爷坚守了三十年的医务室 我也坚定了自己要学医的梦想 我一直相信 我一定可以成为像爷爷一样优秀的医生 等以后我就可以把爷爷换回来了 妈妈 请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做到的 做到一名像你一样 像爷爷一样优秀的医生的 妈妈也是 也是医生 妈妈做这个职业也很多年了 更理解其中的辛苦 但是我还不希望你从事这个行业 有些问题我就想问一下你 你能克服吗 你从小就很喜欢小动物 如果把一个小动物摆到你面前 让你给它抛开的时候 你忍心吗 还有你特别的怕血 打针输液的时候你都会把脸背过去 这些你都能克服吗 都不希望 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在做这一行吗 我想上去采访一下 我想上去采访一下 因为已经有两个 女心 来 稍等 稍等 我们给你跟妈妈也聊一聊 哈喽 女心妈妈你好 你好 女心妈妈你好 你好 其实刚才有一位爸爸 不知道您刚才有没有看到 看到 也讲述了学医的过程中的困难 然后您也讲到了 可能一个女孩学医的具体困难 我们在想 这就是做这个行业 所有困难的全部吗 还是其实还有更多 更难以克服的困难 这些孩子们可能没有意识到 就像现在的医患关系 特别难相处 总以为患者是弱势群体 医生很强势 其实不是 医生也带着病痛 压健康 一直在坚持 这只是其中的一点 还有很多很多困难 别人没法理解 这也是我想问你的地方 你们喜欢做医生这个行业 是因为你们觉得 在那么苦 十几年的付出之后会有甜 可是当你每天 十几个小时的付出完了之后 你在患者眼中看到了 有的时候甚至有抱怨 甚至有基于不理解的愤怒 你甚至要承受这些 完全不由你承受的这些 道德和情绪上的压力的时候 你还有信心说服自己 坚持下去吗 我觉得世界上 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 能帮助别人一定是快乐的 所以会有好的收获的 如果你帮助的人 即便他不感谢你 你一定要会坚持帮助他 是吗 对 可是如果你现在从一 或者你去想想看爷爷 他付出了这么多 可是他得的报酬 好像没有付出的 跟付出不成正比的情况下 你可以接受吗 我觉得可以的 既然选择了学艺 就是不管要遇到什么困难 都要坚持下去吗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都要坚持下去 对 你看妈妈的眼神 其实刚才又有悲伤 但同时又有希望 因为她看到你身上 可能具备这样奉献的特质 但这也是要跟镜头前 跟更多普通的患者 跟更多普通的观众 分享的地方 就是我们不能 把一个行业的未来 尤其是跟我们每一个 普通人健康息息相关的 这个行业的未来 寄托在所有人的 奉献精神之上 它背后应该有 更坚实的制度保障 否则只会出现的情况 就是越来越多的 现在这个社会的 中间力量的医生 跟自己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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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你们那个都来了怎么办 都来了是吗 都来了 都跟他们加油了 姐姐好棒啊 她是为了这个排场 她是为了这个排场 都给星雨来加油是吗 谢谢 小费姐姐好 哈喽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东教区高艺术班的张馨仪 好 从小我就跟我奶奶一起睡 喜欢摸奶奶手背上凸起的青筋 和手肘那儿粗糙的皮肤 长大之后我才知道 那是奶奶在一天天变老 我在湖南出生 跟着爸爸妈妈到北京来 然后在正地上学 刚开始来这儿的时候 我觉得好开心啊 没有人管我了 可是后来 我发现我不习惯了 早上没有人叫我启程 只有冷冰冰的闹钟 没有人特地为我做一份辣椒炒肉 我只能去食堂排队 奶奶 我想你了 我想你 在我冷的时候给我拿青褲穿 我想你在我耳边的唠叨 我想你做的辣椒炒肉了 那是我吃过最贼最好吃的辣椒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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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爷爷我也很想你 至少你离开我以后 我心里就是空了那点 整天想着你 奶奶我也好想你 孩子你要好好地努力 在学校好好照顾自己 奶奶你放心 谢谢 我今天特意给你带来一份辣椒炒肉 我今天特意给你带来一份辣椒炒肉 姐姐我想你 我们大家都来看你了 我也想你 奶奶特意给你炒了辣椒炒肉 你快点来吃 快点来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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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下来吃 谢谢 谢谢 还用保温头装 天哪 好棒 好 辣椒炒肉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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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吧 海方 咱 吃辣椒蛋 香吧 吃一个你们也吃好 好 我来喂你们 奶奶 来 来吧没啥 来 奶奶 来 来 来 奶奶喂一个 好 奶奶再 你来最好吃的肉 好 我好 谢谢你 我也要 你也要 跟姐姐 幸福一家 这底下后面跟着一个小妹妹在跑 你看 这可能是家里奶奶和妹妹 因为录制特地过来的 特地来后来的 很大一部分孩子 其实是陪着爷爷奶奶 老的老爷爷奶长大 因为大部分父母 其实都有比较繁忙的工作 三四十岁 初期真的猛的这么一走 老人心里一时还真的无法适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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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再来 一下 新鲜资讯 我有一个十二次的弟弟 每当我发现他犯错的时候 轻则训斥几句 重则 我们的班主任 灰灰老师 最喜欢给我们讲的是 就是感恩父母 灰灰老师说要现场 给大家做示范 所以是要老师上来喊 那老师上来对他父母喊吗 爹 娘 我和翅膀 青春的主张并不荒唐 黑酒的人感情给我力量 书包里装着明天的希望 像月与企划流星的模样 故事继续下一张 年少的声音要肆意飞扬 我曾经和你一样 想说不甘生长 自言自语别在心底疯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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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